我一直很疑惑 像这种电感 特别是这种电感 上面的气泡线是怎么绕枝的 难不成真的是能够一串串扰的吗 直到一个很傲然的机会 我找进了华华的开关电源工厂 才发现我的思想真的落伍了 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 这期视频我就用镜头给大家解密 大家好,我是光头吉田 这是一个金生亚的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 我给大家讲过很多知识 比如这一块是它的抗干扰电路 这一路是它的整流滤部电路 扁桥在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PFC电路 这里是它的功率变化电路 然后这里是它的整流输出电路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开关电源上面它有很多电感 比如这个过目电感 滤部电感 主动是PFC电感 当然开关面器也是电感 输出端的滤部电感 这种电感它是怎么制作和生产的呢 今天我用镜头给大家一一揭秘 我们先看开关面器生产车间 我之前在大型台子企业 干过高耳电容器的开发和设计 还真的算见过四面 但是进入这个车间之后呢 我还是比身上的震撼到了 这里让我感受到了 这个创新和科技的力量 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 来表达我心中的惊叹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像这种电子企业 电子生产企业都是流水作业 操作员工多 自动化程度低 但是在这里大家看到了 一路大一个车间有几个操作员工 这里全部是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 一排排机器 替代了人工生产更加高效 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加可靠稳定 大家看这一个 这是什么元件 这里就在生产我前面讲的电感 而这一个呢 就是电感中间的这个磁心 这个圆环磁心呢 我把这个细节再展示一片给大家看 把它的速度慢下来 让大家看慢动作更加清楚 机械手抓住这个圆环之后把它定位 定位之后呢 就开始扰线 这个生产过程是无人指手的 一圈又一圈 感觉很精准的样子 看它的慢动作扰子是不是很解压呀 一边扰子完成之后呢 机械手把它翻过来 继续扰到另一边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把这个速度啊 放了好多好多 大家说啊 发明这种机器的人是不是天才呀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全部弄清 这个线它是怎么绕进去的 我再把镜头拉近一点 大家仔细看一看 当然 这个扰子啊 只是这个电感生产的其中一个工序 扰完之后 机械手把它抓到另外一个地方 卷下一道工序 然后再抓一个新的磁环过来 进行下一个扰子 当然 这个电感转让完成之后 在后面还有很多工序 包括它一些参数的测量 以及质量检验 在一些特殊的工序当中 还是少不了人工的参与 比如这里 就有好多漂亮的小姐姐 在进行检验 这个电感的自动化生产 只是金石阳生产车间的冰山一角 一个开关电源 上面它有N个像电感一样的元件 金石阳要把它采购回来 制造出来 然后再按设计图子 把它组合在一起 我先布出它的研发和设计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 什么叫做自动化生产 这一步是元件的处理 大家看清楚没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元件 老规矩 我把它放大 大家看细节 元件处理完之后 大家看这一步 这是插件 把元件插在信录板上面 高速 精准 根本就没有出错的机会 所有元件布上去之后 这一步 大家看到没有 下面是什么 像水银一样的液体 金属液体 把元件焊在信录板上面 机器手 再分件 输送 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的 只是它的一个大概的部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好多细节的部组 没有给大家展现 包括每个工序完成之后 它严格的这个质量检验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是光学成像检验 能够精准地判别 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天平电阻 有没有异常 都能够精准地显示和发现 关于整个开关电源的 这个生产过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都花几些时间 慢慢整理出来 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大家 像金生阳这样的企业 为了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 和保证产品的交付 敢于持续地投入 包括研发和生产设备 这一点 还是值得大家敬佩和关注的